第一集 阴天 下雨 裹子箭里 一个用厚厚两层缩衣把自己裹得像个鱼篓一般的身影 伸出苍老的手来颤颤悠悠地推开了门 一节一带 两件缩衣间夹层里的水哗啦啦洒了一地 更像是打翻了的鱼篓 可惜没有鱼 老博士缝墨 虚发花白 到底上了年纪 被冰冷的雨水泡得全身都冻僵了 又像从古墓里刚爬出来的僵尸般 颤颤悠悠往火炉边围着的人群走 哆嗦着嘴感叹了去 哎 天啥巴 这么大的雨 火炉边的几个人早到一些 已经把外衣脱下来陆陆续续烤干了 有人一边起身给他腾地方 一边皱着眉头 看一眼窗外巨大的雨做的帘幕 跟着骂了句 都怪那桑齐 一旁有不明真相的小天真不懂了 怎么下雨还跟人有关 莫非是这叫桑齐的求得雨不成 这大冬天的要是夏天干旱的那会儿也这么灵多好 不远处的另一间屋子里 桑齐打了个喷嚏 皱着眉头甩了甩衣袖上的水 这屋子里全是模样俊俏 锦衣华服的少年公子 如今青衣色变成了落汤鸡 在各自的座位上狼狈不堪 不分青红皂白的甩着被打湿的书本 有人咒骂了句 天沙的这么大的雨 另一个人转过头来盯着桑齐 一副感怒不感言的委屈表情 仿佛在心里也道了句 都怪那桑齐 桑齐感觉到了这视线 却看也没看他一眼 只是盯着那被泡了的书册发愁 用手一拎就撕掉一块下来 心想这什么破址 冯博士也把书拿着凑进火炉烤干 忧国忧民的叹息 你说这圣上 怎么就这么认着桑家胡闹呢 旁边的人更用力的叹了口气 还能怎么办 西昭是桑将军平的 难不乱打 也是桑将军歼灭的 这天下都快成他们桑家打下来的了 正上现在也是无奈啊 要我 我也要瞅 可这规矩礼法 哎 乱套 全乱了套 桑家这么闹腾 就等着老天爷上门来受吧 你看这惊雷暴雨的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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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博士一激动上前一步 被火了了衣服 险些自己先行被收走 桑琪又打了个喷嚏 缩着脖子瑟瑟发抖 把湿透了贴在身上的衣服揪起来一点 试图暖和过来 却无济于事 因为他身边人更少 气氛更冷了 周围的几个人心照不宣的 默默离他远了些 阴阳怪气的咳了咳 绷着脸不去看他 都不看我 看吧 桑琪无奈的低头看自己 好吧 虽然是和别人一样的 宽袍缓带大袖如山 可是一水的尸身诱惑情况下 他那只有女子才有的凹凸身形 还是欲盖弥彰的显露无遗 他耸了耸肩 表示很无辜 作为国子健历史上第一个女学生 第一天就这样 实在也非他所愿 却说三天前 大司马桑公毫不害臊的 第七次提出 要让自己家的独女 进国子健读书 并称皇上要是不让 就是歧视的桑家 他桑家为国捐躯 出生入死是多么不容易 前扑后继的死了那么多男人 如今只有个女娃娃了 居然连个和其他世家 桑家子弟平起平坐 共同时文断字的权利都没有 说着说着 居然还舔着老脸 为桑家后继无人 哭天磨泪了一番 好像受了多大虐待似的 皇帝为此呕得差点撒手人寰 更有甚者居然还配合地跟着伤感 一时满店都是醒鼻涕声 在家里时文断字谁拦着你 非得去国子监演的是哪一出 皇帝有槽无处土 直接把龙椅的把手都捏出个坑来 才从牙缝里硬生生地挤出了三个字 卓南庄 如今看来 这三个字也是白吉 十月里 洛京其实还不算到冬天 教室里没被火炉 这雨来得突然 杂役们献烧了几个 都给博士们送去了 还没送到教室 所以全屋的人取暖 基本靠抖 桑琪也在那儿 跟着其他人一起忙着哆嗦 教室里乱哄哄一片 谁也没注意到 有个迟到的人刚刚悠然进来 一路左拐右拐 一直晃悠到了桑琪身边 大大方方地坐下 解开斗篷 甩了甩头发上的水 桑琪脸也黑 好嘛 又甩书上了 这下课算是彻底没法上了 卓文远的视线 顺着水滴抛洒的轨迹 瞥了一眼桑琪岸上的破书 又落在桑琪身上 唇角轻钩 从怀里掏出个误解 给你 居然是个小暖手炉 桑琪也不客气 乐得接过来捧在怀里 感慨道 卓夫人真是你 这才什么时候就给你背下这玩意儿了 不是掐风荡 你冻着了吧 卓文远本就生得俊美 挑眉一笑 桃花眼角就样出了几分风流暧昧 我特地回去为你娶的 你倒挖苦我 哎呦 我胸口疼 为我 桑琪瞥了他一眼 做感激涕铃状 拍着他的肩膀道 这么会疼女人 公子的未来一定前途无量 卓文远 诗诗然把自己的笔墨指砚一一摆好 顺着他的话接茬 那嫁给我的事 你考虑的怎么样 桑琪抱着暖手炉 心满意足的摇头晃脑 假装没听见 你看 嫁了我 我保证你天天有暖手炉抱 我还可以自我牺牲一下 给你当人肉火炉 哎 你嬷嬷 热乎不热乎 他不回话 卓文远就自顾自地说了下去 还捉了他的手 往自己额头上放 桑琪眼急手快地抽了回来 吸了吸鼻子 帮他总结刚才那番话的忠心思想 看来你比疼女人更擅长的 是臭不要脸 更加有前途了 卓文远收回手 不可置否地笑笑 俩人闲闲拌了几句嘴 桑琪也暖和过来 才开始把书页放到暖手炉旁边 将其烘干 教室里的其他人 也在三三两两地闲聊 不无公子哥坐得东倒西歪 形象被赖 也有人唾沫星子横飞地聊起 哪个勾兰心花娘弹的小曲 多好听 桑琪听到小曲的时候 拎着书页的手微微晃了晃 正在这时 屋子里突然安静了下来 他抬起头 发现众人竟不知何时 都规规矩矩地盘腿坐好了 毕恭毕敬地低着头 他正寻思这是怎么回事 能让这帮顽固子弟如此矜持 莫不是皇上来亲自视察 他第一天上课了 卓温远在他耳边 滴滴提醒了句 眼丝叶